一行人抬着棺材前往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外 无国界记者组织通过模拟葬礼的方穴 抗议中共与港府扼杀新闻自由 居住在英国的港人也发起称苹果称到底集会 高呼称苹果称到底 你越要我收声我就越大声 还有流亡澳洲的异议艺术家巴丢草 在推特贴出空白苹果日报的模板 鼓励大家创作出我的苹果日报 以行动捍卫香港言论自由 意大利一名插画家随后响应 绘画一名手持大声勾 勾取五大诉求手势的孩童 并写下自由不是免费的 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政策 中共积一建党百年前夕 香港局势急速恶化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萨斯推出法案 拟颁发美国国会授予外国领袖的最高荣誉 国贵金奖给香港苹果日报的全体员工 美国参议员卢比欧也感叹说 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自治的香港 而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地方 新唐人也在电视 赵藤玉 李嘉卫 整理报道 没关系